多数睡眠专家都会同意这样的观点,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,有助于进程稳定的昼夜节律,从而保证睡眠时间和质量,这个观点可以说是非常中年养生,非常比妈妈的口头禅了。 一个正常成年人每晚所需要的睡眠时间平均为7到8小时,然而对于一名城市上班族,除了加班,该死线,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,叫你不得不起来和更别提城市的噪音和灯光无染,让人根本没法睡个好觉,缺小才是常态,短期睡眠不足会让人大脑扩沉,反应变慢,记忆力下降,视率变差, 长期睡眠不足够过更多,包括肥胖,疑导速抵抗,心脏病等等,每个常年顶着黑眼圈上班的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恐慌,这样下去会不会少过几年? 这儿有一个好消息,睡眠研究杂志,今年5月发表的一间论文表明,如果你的工作日没能得到充足的睡眠,那么周末多睡几个小时,至少能把缺小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抵消掉一部分,据起说来就是你大概不会为此折瘦, AB,这项长达13年的研究调查了38000名瑞典成年人的生活习惯,医疗进度,以及工作日和周末的平均睡眠时间,结果显示,平均每晚睡眠时间低于5小时的人,相比平均睡了6到7个小时的人,提到死亡的风险高出了65%, 不过这一点对于65岁以上的人群并不成立,出于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,老年人需要的睡眠本来就比较少,另一方面,睡得太多似乎也不是好事,那些每晚都睡了8小时以上的人,在排除了部分可能导致死穴的慢性病的影响之后,死亡率则比对照度高出了25%, 然而在统计那些平时睡眠不足,但周末补觉的人群数据时,研究人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,他们的死亡率跟每晚都睡了7小时的人没有显著差别,不过别高兴得太早,这不意味着,你可以仗着能补觉就可见脏, 假设你在工作日,每晚平均少睡了一小时,那么伤修日平均每天多睡2到3小时,基本上可以还清睡眠债,如果动不动就饶着一个通宵,就算是神仙也救不了你, 因为严重的睡眠剥夺,对大脑造成的损害是不可逆的,2014年发表在神经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中,神经科学家们让小鼠在小衰和清醒状态之间来回切换,使他们无法进入深度睡眠, 仅仅几天之后,小鼠大脑中的神经元数目,就减少了25%,而且,补觉并不能让你的认知功能,得到彻底的恢复, 2010年来自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中,经历了连续数天清度睡眠剥夺的, 为是,即便一觉睡了10个钟头,在认知测试和反应时间测试中的表现,也不如每天都得到了充分休息的同伴, 这种流行病学研究的另一个局限性在于,结论对个体不一定有效, 要是你感到不照对恢复经历并没有什么用,甚至起了摆作用,那就最好努力维持规律作息, 或者找别的办法来放松放松,总的来说,这墨睡懒觉非常有必要, 不妨洗个热水澡,戴上眼罩,把手机拼尖,然后水到自然醒,醒来还可以去活动活动, 跟人每天必须睡觉不同,根据乔治华盛顿大学2017年的一项研究, 每周一到两次中等强度以上的运动,完全可以达到锻炼效果, 也就是继15分钟的剧烈运动,比如足球,篮球,速食公里以上跑步, 或者击半个十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,比如羽毛球,广球,速入公里以上快走, 不必想求每天都有运动量,更何况再缺交由疲惫的工作之锻炼,效果并不好, 祝大家周末愉快,来源单独收看, and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